同命一报 阿吉和阿翔是一对双胞胎兄弟 他俩出生的时间只差几分钟 而且长得也非常相似 简直是一模一样 十岁的阿吉和阿翔坐在沙发上看着书 这时候母亲和他朋友打开门走了进来 妈妈,妈妈你回来了 妈妈,我们等你等了好久呢 今天张阿姨来我们家做客 你们快和张阿姨打个招呼啊 阿姨好 阿姨好 你们好 阿吉阿翔,你们在做什么呢 我们在看书呢 是啊,我们正在看书呢 你们真乖,都那么认真看书的 好了,你们俩继续看书吧 我要和阿姨聊一会儿 嗯 阿吉和阿翔长得一模一样 我们外人都分不出他俩谁是谁来 真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来区分他俩的 他俩不一样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你瞧,哥哥阿吉耳边有颗痣 弟弟的手腕上有块小胎记 还有他们的脾气性格也不一样 哥哥喜欢吃肉,而弟弟喜欢吃素 哥哥的性格也像食肉动物一样容易暴躁 弟弟呢,则像食草动物一样温顺 是吗,真没想到他们出生时间只差那么几分钟 性格竟然有这么大的差别 阿吉和阿翔兄弟俩一起上学 一起读书 而且成绩也都非常的好 妈妈,妈妈,我今天又考了班上第一名 我的阿吉可真棒啊 妈妈,我也考了第一名 阿吉,阿翔,你们都好棒的 走,跟妈妈回家 妈妈做好吃的来奖赏奖赏你们 好耶 妈妈,我要吃鸡腿 我可不想吃什么鸡腿 妈妈,我要吃你做的糕点 好好,妈妈知道了 阿吉要吃鸡腿,阿翔要吃糕点 你看,就是那对双胞胎 他俩不禁长得一模一样 考试成绩也是一样名列前茅 真羡慕他们的父母 竟然有一对这么优秀的孩子 这对双胞胎同时出生 他俩出生的十成八字一样 所以命运前程应该也都会一样的 哦,真的是这样吗 很多人都相信 生辰八字主宰着命运 而阿吉和阿翔出生的时间相近 体态相貌相似 所以大家都认为 他俩的命运一定也会出奇的相似 孩子们,你俩累不累呀 不累,上山都不累 何况下山呢 不过,我倒是有点饿了 我的肚子都不呼叫了 这两个小帅哥可真不错呀 小帅哥,山下有个餐馆 那里有很多野味美食 下了山,我们就去那里美美的吃上一顿 叔叔,你说山下的餐馆有很多野味 那里都有什么 什么山鸡野兔都有 这座山周围的村民捕捉到野生动物后 都会卖给这家餐馆的 有野味吃,真是太棒了 怎么全是荤菜呀 我只想吃一些素菜 阿翔,你喜欢吃素? 嗯,我这两个孩子从小就这样 哥哥喜欢吃肉,而弟弟则喜欢吃素 真是不可思议呀 一对双胞胎的野食习惯竟然会差这么大 阿吉,你应该学你弟弟吃素 为什么,那些菜有什么好吃的 还是鸡鸭与肉好吃 你这么说可不对呀 鸡鸭与肉,那都是有生命的 你想想,你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 而夺走了他们的性命 这是多大的罪恶啊 行了行了 我看你最近学佛学得走火入魔了 见到谁都劝人家吃素 阿吉现在可是青春期 身体正在长高的时候 你让他只吃素 这样的营养怎么够呢 难道只有吃肉才能长高吗 我只吃素菜,可个头一点都不比哥哥矮啊 你看到没有 阿翔的话说的一点都没错 阿翔,你一定要坚持吃素 这样不但你的身体会非常好 还能得到福报呢 好了好了,大家都不要说话了 前面这段路是下坡 山路非常陡峭的 大家一定要小心脚下石头 不要被绊倒 欢迎来我们的野味餐馆 不知道你们大家想吃点什么呢 老板,你们这里今天都有什么野味呢 俗话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你们来得正是时候 哎呀,有几位村民刚刚给我送来了一些野味 都还活的呢 哎,走,我带你们去后院看看 你们想吃什么 我就现场宰杀 这样才是最新鲜的 是吗,真是太棒了 走,我们去看看 众人说着一起跟着老板来到了后院 后院的一个笼子里 一些山鸡和野兔被关在里面 当众人靠近的时候 他们惊恐不停地躁动着 但是却无法逃走 只能一次次地被笼子挡了回来 哎呀,这些山鸡野兔怎么这么活泼 他们哪里是活泼 根本就是害怕 要知道他们从小就生活在野外 看到人类便会胆怯地快点逃走 这是他们的本能反应啊 他们太可怜了 爸爸,我们不要吃他们了吧 绿帝,你干嘛 你不吃肉,可别也不让我们吃啊 爸爸,我想吃那只山鸡 它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 不行,它那么漂亮 为什么要杀掉它 阿翔,山鸡的味道可是非常美味的 一会儿你尝了之后 就会认为我们将它吃掉完全是对的 不,我绝不会吃的 阿翔,阿翔,你等我一下 你这两个双胞胎的脾气真是一点都不像啊 这个阿翔实在是太怪了 你怎么能这样说啊 阿翔他有一颗慈悲的心 他爱护生灵 他将来一定会得到善报的 而阿翔也应该好好向你弟弟学习学习 学会对万物心生怜悯 善待他们 是不是我不像弟弟那样就会得到恶报 是的,杀生得恶报 放生护生得善报 我才不信这个呢 爸爸,我今天就要吃那只山鸡 好的,老板 给我们把那只山鸡给炖了吧 行啊,我看你们这里有人只吃素 我们这里还有很多野生的蘑菇 可以做给吃素的那几位朋友吃 这样大家都可以吃自己想吃 各自满意的 嗯,你说的有道理 那就依照老板你的意思来做菜吧 好的,你们先进餐厅里 稍等片刻 我这就去先把这只野鸡给你们斩杀了 老板说着从笼子里抓住了那只山鸡 山鸡在不停地挣扎着 老板拎着山鸡朝厨房走去 餐厅里 众人坐在里面的餐桌旁聊着天 突然一声山鸡的惨叫声传了过来 哥哥,你最终还是选了那只山鸡吗 当然了,难得有机会品尝到野味 我怎么能错过呢 哥哥,你品尝到的只是野味 但是那只山鸡失去的却是它的生命啊 那又怎样 它不过是一只山鸡而已 生下来就是要让人吃的 你胡说 哪有什么动物天生下来就是要让人吃的 它们也是很害怕死掉的 好了,好了 你干嘛和弟弟吵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弟弟从小就吃醋心善 他自己不吃肉 为什么还要让我也陪着他 真受不了 他整天说什么 行善,怜悯 好像他自己多高尚一样 阿翔,别和哥哥吵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从小就喜欢吃肉 我真不明白 哥哥为什么那么残忍 青素菜一样也可以填饱肚子 可是他为什么就要伤害那些动物 吃他们的肉呢 阿翔,你真是有一颗菩萨心肠啊 不过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 不能勉强的 嗯 妈妈,我知道了 阿吉和阿翔谁也说服不了谁 每到吃饭时间 他俩便一个吃婚 一个吃素 转眼间几年过去了 这对双胞胎一起面临着自己人生的转折点 大学联考 距离大学联考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阿吉和阿翔这段时间真的是熬夜苦读 一心想要考上好大学 是啊 每天晚上他俩都读到半夜 我们要给他俩及时补充好营养啊 大学联考前这段时间 可不能让他俩的身体出现问题 放心好了 我已经问过他们了 阿吉的甲鱼汤和阿翔的香菇汤 我明天就去市场买来做的 嗯 阿吉他天天积鸭鱼肉地吃 我不怎么担心他营养不够 我只担心阿翔 现在读书读得这么辛苦 他却依旧只吃这些的素菜 他的身体能够支撑得了 吃得消吗 你就放心好了 虽然阿翔从小就吃素 但他的身体倒是比吃肉的阿吉还好呢 你说得也对 希望他们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不要出什么意外 然而就在距离大学联考 还有一个礼拜的时候 阿吉突然腹泻不止 而且晚上还整夜做着噩梦 阿吉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还是很不舒服吗 妈妈 我感觉好累啊 身上一点劲都没有 晚上还总是做噩梦 我现在都不知道要怎么办呢 阿吉 这段时间你一定是累坏了 你想吃点什么 我出去给你买 我现在什么胃口都没有 要说想吃的 嗯 妈妈 我想吃你做的红烧牛肉 好的 没问题 妈妈这就出去 给你买牛肉回来 猪给你吃 怎么样 阿吉好些了吗 他身体虚弱得很 马上就要大学联考了 这样下去 要如何是好呢 对了 他想吃红烧牛肉 我现在就去市场 卖牛肉回来 猪给他吃 嗯 快去吧 希望他能尽快好起来 别影响到一周后的大学联考 然而 大学联考结束后 原本成绩优秀的这两对双胞胎的分数 却相差非常悬殊 弟弟阿祥 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国立大学 而各个阿吉 却发挥失常 连上私立大学的分数都不够 一个人的命运 有一半决定于自己所造的因 所以 今生所作所为的善恶 是会有一定影响的 就像阿吉 阿祥 这对双胞胎兄弟 生辰八字一样 从算命的角度来 推算未来 应该完全相同 可是 他俩的结果却证明 命运 都是自己的善恶所造 不可全凭先天 所带来的